一开空气能 充电的手机就失灵 手机就像死机一样 不动 厂家来了好几次 这个也换了 这是换了新的 还是那样 是设备的问题吗 对 你给说 一开始是第一台 就是让我听你说 安上以后吧 就老是这个面板不大好 这就觉得是机器问题 但是第一台安上以后 也出现就是我充电 那个手机死机现象 问题就是又换了 另外一台 又换了一台 这人一换了才新机器 新机器点 然后我那个手机插电 还是不稳 他们说厂家的师傅过来测过 设备的外壳是带电的 就是没搞清楚 这个电是从哪来的 昨天我们走最初一 就是开着的 但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就说 他都动关机了 一百多福 是吧 这怎么熟悉原因 你看 这本人三福 对呀 你看他这个 一块就是 一块三 不稳 这就是不正常的 对对对 这就是不稳 不正常 干扰 他就是这个电 敢用的 一百零三福 是吧 振用很大了 一百零三福 对地 你看看这个地线 他接的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线 这是 对 对 不能接的 对对对 这个空气派关是 这门库标签的 这两个鞋 这个地线如果不接的话 反过我觉得他这个 有可能是更厉害的路电 接哪去了 接着来了 从机器接在配电箱里边吗 哦 但是他其实这个电嘛 不是不经过配电箱 他不经过配电箱 他这个电其实是从这儿出去的 哦 你这单楼接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从你家电表接出来的 对也是从那边电出来 那他一箱电我来测一下 嗯 我现在要打开他这个配电箱 嗯 哦 有地线 嗯 他当时这个 我现在我问 当时我走电子 有个电子 啊 他说我们这边原来这老房子 不带外不带地线 他从外国带走 来了一根人造的地线 人造地线 对 一根长管 一米左右的长管 所以造一根 零线带24伏的电 嗯 零线的不足 对吧 很明显火线的不足 220 160 嗯 他对地是 不正常了吗 是吧 对对对 他只要一跳一闪就不正常 嗯 哎呀 零线带 那 零线看 27 啊 27 火线160 这样测空气能 电压 用电还正常220 但是他有时候就会散 电压就看了光景测 是正常 他又散了 对对对 又散就不正常 嗯 然后这个电压轻微的有些波动 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 电压吧 应该快点 有轻微的波动在降低 电压在降低 现在手机充电能考试吗 呃 他只要继续一开就不好 就是 包座40 那以前吧 就是夏天的时候 这个机器没用的 没用之前吧 其他的都迷失 电器都没有 这些问题 哦 没有之前都正常 对对 就用了 我能断线它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拉个张 可以 空气能 这个 一个室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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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室内是吧 对对对 我先拉一下室内机 拉一下 我拉一下 我拉一下室内机 再拆一下 拆着不行 对 室内机 拉了以后 电还是 零线带二十多 还是带电 是吧 失败局 正常了 开始机车的问题 机车的问题 再要零线 零线正常 零线 我把这给关不退 没事 先好了 手机可以 充电 它不能收上吗 对能收上 而且它可以操作 以前是不能操作 以前手机 连操作都不能操作 以前它死机了 就是好像是 你根本才不受理 或者这个面 它自己乱挑戒面 哦 我有黑症 哦 它这次的电和路车改用了 哦 那是室外机的问题 室外机的问题 我给你拆一下吧 那室外机 但是它 好像说没有这两个问题 它 电路哪一方 我 我得拆一下 室外机在平坡上呢 哦 不要拆 我拆一下 我是不是 你拆着 你得 我说 我跟原来 你刚刚 室外机 是露电的 我给你拆一下 高速就是高速 嗯 我不算高速 我只是修的多而已 室外机是漏电的 哎呀 室外机明显漏电的 是吧 而室内机 你看一下 对 现在因为充电 没事吧 室内机 一点问题没有 也中场 室内机 那是不是有第一台机器 像这种现象 光怀疑光猜测没用 拿上工具 上防顶 去测室外机 啊 要不说 找不出薄片了 你就没法弄 室外机是露电的 哇 对 那是最 室外机露电 这室内机也有 这就是啊 对 它就像到一个空调室外机 稍微大一点 哦 拆开我的面板 我的拆开 哦 对 这就是这边地线 这根地线 这边灵活 厂家还在自保亲的 是吧 这个 对 我们是近年刚买的机器 那我给你测出来 露电让厂家来修吧 你看这个露电 我的天 不是线露的问题 是这个机器这边露电 露啊 露出什么样了 那 反正是露 我不敢给你拆 拆了以后 他们来自我 他们会修露电吗 关键是 不的 我也得 我也现在要考虑这个事 那么是 他们就是来了 工作人员来了以后 如果能测 那儿吧 您可以从家说一下 我们测出了四万机露电 要不要打开 测一下里面 那家的机会 哪一块是露电的 因为他们会 他们要会的话 我就 只能给你检测到这了 如果说 他们说 我们也不大会测露电 可以让我测一下 我也给他测一下 行吧 行 我可以给大家 嗯 我能给他说一下 那你稍微懂 你说 您好 我就是那个检测 四万机露电的电工 谈到什么情况 现在 就是我把进线 灵火线拆掉以后 我单独测聊 您这个外边这个主机 外边这个主机 它灵火线对外 是露电的 您在不考虑是 反正你们协商是 直接给他换 整体换这个四万机 还是说 打开检测一下 还是说 你们的师傅 如果懂检测露电 这一块 可以过来去检测一下 我先给你检测一下 行 我先把这个 快打开了 打开 我先检测一下 看是什么 哪个地方漏的电 行吗 嗯 好了 好了 那先端用了 这样不会电人 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 这样那个走线 进来以后 里面有滤泊器 而且我们 我就说有个滤泊器 是不是滤泊器有问题 能检测出来吗 能能 行 现在是滤泊器不好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修过 修过滤泊器漏电 可厉害了 这个机器修过 不是 我给别人修过 滤泊器漏电 一火10220伏的电 先进入滤泊器 然后出来的接线路板 单独测一下滤泊器 测滤泊器 接线端 与外壳 不漏电 不是滤泊器的问题 这样就排除了滤泊器 也就是说出问题的地方还在后边 测一下 看看鱼外壳 嗯 漏电的 接着往后查 这一火10出来一后 进了线路板 一灵一火 上这来了 这两个输出 这两个输出 上这来了 它出来又上 出了以后又上压热机了 滤泊器没问题 它又没问题 还有谁有问题 挨个了检测以后 就发现这两个线还没测 这两个线是干啥的呢 这个得拆线测量 把这两个线拆下来 现在测这两个线 与设备的外壳 哇 就是这两个线 漏电多严重 就这两个线 这两个线的问题 这两个线干啥的 这两个线 又往里走了 我的天哪 这电钢器 电钢器 电钢器啥意思 电钢器 头一次见 是线泼皮了吗 先泼皮了 我估计 那就把这两个电炕拆下来 快皮了 快给他拍个照呗 这这这这 先会拍一下 可以给他说一下 就这这点而已 这条皮顶着色不外壳了 这是接头的位置 接头破皮 打到了设备的外壳 这一块做一个绝缘 做一个电路绝缘就可以了 这几个接头 分别缠了高压胶带 和绝缘胶带 把电路恢复以后 再测量 离火线对外壳 好了 这就正常了 把线接上以后 再来室内机看一下 现在再送上电看一下 测量火线电压 正常了 2003 再测量 热水器外壳0伏 这是正常的 现在室外机运行正常 风扇正常 压缩机正常 压力传感信号正常 感觉良好 这样把所有电路恢复以后 我就完成了这次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然后再说